马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二位呢在工作上面呢 兢兢业业维护着他们这个社区的安宁 那特别呢是这马丽 为人谦和 伴难雷厉风行 可以说呢 这社区啊 小区里边的女人一提到马丽都树大不搁 而且她确实很辛苦很认真 节假日从来不休息 一到有什么事主动要求加班 话说这么一天 警务工作站里突然来了个中年男人 这中年男人说啊 是这个过节了 什么事 到这来看看 可是让人没想到的就是 这个中年男人的出现 让平时温和热情的马丽 一反常态 自从我来了警务室 这大大小小的节日 你都没回过家 就算是你想平仙境 也不至于这样吧 不是 高雅 我努力积极都错了 我懒得大意你 就你这么懒 我给你没法弄 我先往前不理你了 待着 待着 你好 请问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玛丽 您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您先找一下住吧 我这挺忙的 不是 不是 这不过节了吗 我顺便过来看看你 我不跟您说了吗 我这挺忙的 您先找一地住去 我忙完过去找您成不成啊 师傅 这是 跟你有关系吗 干活去 我来送这个月的治疗报告 我才来啊 不是 我说您的 您下次能不能准时点啊 叔叔 您累了吧 要不您先坐 我给您倒杯水 叔叔 您喝水 行 谢谢啊 您是不是马力的 干什么呢 啊 让你来你不来 大过节过来给我添堵 是吧 你自己看 日期都错了 知道吗 马力 这个不是我写的 你是不是保安队的人 啊 是 这是不是你写的 我告诉你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你知道吗 然后你改进 马力 马力 又怎么了 您是不是就想看看我呀 您现在看见了吧 有丁口子吗 有胳膊有腿 都不错 您要没什么事 您就买它回去吧 啊 我这特别忙 其实啊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顺便呢 让你带我去转转 不是 您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没时间陪您 您要想旅游 您要自己买个旅游地图 您转转不就完了吗 找一宾馆住去 我给您出钱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 瞅 我给您订宁馆 不用了 我已经订好了 不是 我送送您吧 不用了 不用了 师傅 干什么 有什么事儿 说 刚才那个叔叔 是不是就是你的父亲啊 你怎么能跟叔叔那样说话呢 那好不容易大过鞋的过来看你 你就这样给人家轰出去了 不太好吧 好天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还有呢 还有呢 你人家误会怎么了呀 就过来给你送了一个报告 瞧你给人家骂的 这油气也不能乱撒呀 哎 你干嘛去啊 怎么着 咱俩真不容易走了啊 不去了 老娘还在家等着我呢 你说你大过节了不出去放逗王后 你管了 明儿见 马警官 下班了 这不是换岗时间到了 然后我就下了 是不是我有什么工作还没做好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想说吧 那个今天不好意思 我那事太多太乱 我有点着急 我不想冲你发火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没事儿 我怎么能往心里去呢 您看您平时这么忙 这次的确 妈 您怎么又一个人下来了 医生都说了不让您宿便下来走动的 你可可给我 你可给我便宿便 我来 我帮你回家 走 我帮你回家 我帮你回家 走 再回家吧 走 马警官 这是 这是我妈 有点轻度中风 你看大夫都说了不让她下来走动 我妈死活就是不停 轻度中风你可得注意 阿姨 您得听大夫跟吴伟的话 别出来了 可能需要帮马警官跟我说 谢谢你啊 马警官 那我们先回家了 妈 咱回家 阿姨再见 马丽看着吴伟不死二人温情的一幕后 心里充满了感慨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吴伟却有着另一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坐下 坐下 喂 你长本事了是吧 我这是 你是什么呀 你知道吗 我再晚到一分钟你就可以进监狱了 你怎么想的 你进监狱后你妈怎么办 我 我妈肯定 你 你捡了 大夫 我妈她怎么样了 幸福送过来几时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不过 病人病情现在不是很难病 我建议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你得住院吧 没钱 没钱 所以你就错了是吧 你都不抢啊 快 没钱 我妈就没了 不过 我理解 我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你妈病了 你特别着急 心里特难受 你害怕 你怕失去她 你怕失去她 所以你为了她 你什么你都敢干 对吗 可是有一点你别忘了 你母亲现在还活着 她还活生生的在你身边 你还可以照顾她 你还可以给她尽孝道 可如果你犯罪了 你进监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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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可能原来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你知道最后一面对于一个儿子来说有多重要 有多重要 有多重要 这些钱你先拿回去 如果不够 明天来再找我 我再想办法 马警官 我不能再拿你的钱了 这钱我不是给你的 我是给阿姨的 你拿着回去好好孝敬她 今天这件事 我就当我没看见 钱的事你如果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话 就当是我借你的 我的天啊 我这边是那些人 是吗 你现在来的 我看你 就当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不想看我 你不是搞活吗 没事 不影响成绩 我妈呢 你妈走了 走了 玛丽亚 坚强些 你妈走得怎么不痛苦 行吧 跟她道 你妈 你这听要的手续 我要和死亡证明 一块儿备案的 停药 什么停药 是我让停药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停药啊 你要不停药 我妈还活着呢 你杀了她 你杀了我妈 马丽 叔叔 您过来了 您先坐 我给您倒杯水 爸 有什么事吗你 这不中午了吗 我想啊 咱们一起去吃顿饭 你们这儿夜点午休吧 我这儿有饭 而且我们这儿有规定 在小区执行的时候 不能离开小区 我说你中午回不回去吃饭了 妈 咳嗽来了 那个 今天是马叔叔过来了吗 我跟师父就陪着呢 您就是老马 我是小条的母亲 就住这个小区 你好 你好 马丽 你爸来看你来了 正赶上中午休息 陪你父亲出去吃顿饭吧 是啊 师父 一顿饭的功夫 没什么事的 那这么着 晚上等你下班了 一起来家吃顿饭 马大哥 一起来啊 就算是我们给你接风了 何小田的母亲为了化解 玛丽跟父亲之间的隔阂 特意安排他们在家里吃饭 可是这顿晚餐并没有打开玛丽的心结 多几点啊 师父怎么还不来 对不起啊 那您陪我一起的 没事 也许她是工作没忙完 你憋着师父来了 我去开门 哎呀师父 你总算来了 这房子等你多久啊 快不死 晚上所里拿来点东西 干顾时间呢 来了就好 来 咱们一起吃饭吧 不了 我路上吃过了 阿姨 我来就是跟您说一声 我今天不陪你们吃饭了 我还得巡逻呢 我先走了 阿姨 太没礼貌了 你阿姨 为了请咱们吃饭 忙活一下午了 你来晚了不说 没说两句话又走 太过分了 我跟你妈是那么教你的吗 你还好意思提啊 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如果没有你 这顿饭我踏得实实吃 有你在 恕不奉陪 阿姨 没事没事 来咱们吃 来吃饭吧 我还是告诉你 实在是对不起了 阿姨 那你 讲了那么个没教育的孩子 你别这么说 马里的气势挺好的 不是 今天她实在是太不想话了 我替她给您回度设 这顿饭呢 我也不好意思吃 我呀 回宾馆了 我送送您吧 玛丽的父亲给自己的妻子停药 这其实呢 是一种安乐死的行为 这个安乐死呢 简单的说就是指 为了免除患有不治之症啊 濒临死亡的患者的痛苦 受患者的嘱托 而使其无痛苦的死亡 安乐死呢 分为积极和消极的两种 如果稍微不注意 就会触犯法 消极的安乐死呢 就是接近自然死亡 玛丽的父亲 给自己的妻子就不要了 不构成犯罪 而积极的安乐死 是接近故意杀人 就构成犯罪 玛丽这个时候 被自己的情感困扰 小区里又出事了 我们之前看到的 小区的保安 无伪的母亲 蹊跷地自杀了 这些人 有什么情况 我把太太装脱身了 邻居帮你去 你抱紧啊 对 你抱紧以后 一直就守在这儿 对 我猜她的儿子什么回事 大概十多分钟之前 也就比你们早到一会儿 老吴 人死不能复生 你要想开点 王桂花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农药中毒有机灵 马林啊 这件事怎么看 从现场的痕迹来看 除了吴伟和王桂花之外 没有第三个人的 从农药屏调落的角度来看 王桂花是自己喝的农药 但是 王桂花瘫痪 他不可能自己买农药 除非是 进来 就是巨峨送来的准备 好 谢谢啊 看看吧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说什么不可能 这检验报告上说 农药城最主要的指纹 只有王桂花跟吴伟的 没有其他人 你刚才不也说 这个王桂花下不了机吗 那这个农药 那这个农药 他可能就不是他买的吧 要是这么说的话 这指纹也对啊 那就是 吴伟买的农药给了农药吗 不可能 吴伟就不可能猜拾这件事 咱们不能因为一个指纹 咱们就无端在那间 吴伟杀了咱们回去 能到莱远查了吗 那还没啊 还没忙得过来 有线索吗 我去查 你对这个案子 好像特别上心 以前也没见过这么冲动 快走吧 哎呀 师傅 这得离误尾 他们家多远呀 咱俩都走了快一个小时了 不是 贺雅 你这就累了 这已经是最近的 卖农药的地方了 知道吗 前面就是 是啊 哎呀 师傅 我还没洗洗脚呢 你等会儿 本月十六号 有人来你这买过农药吗 有啊 那天来买药的人很多 那有没有一个三十多岁的 四方俩的男的来买过农药 这我可闹不清 我们那天来的人那么多 没事 师傅 我第一条线索断了 咱们再找其他线索 你说得容易 师傅 你看什么呢 谢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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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对于你母亲的死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本月十六号 也就是你母亲死的当日 十二点整 你去过你们家 最近的一家农业公交社 买了一瓶农药 没过多久 你母亲就死于农药中毒 对于这些 对于这些 你就没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这家的打算怎么了 虽不领口供吧 但是证据还是比较阻碍 只是送钱吧 能不能还两天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这样子咱们还没查清楚呢 吴伟是不是为了杀她母亲才卖的农药 咱们不知道 如果贸然送钱的话没法定性了 你想教怎么样 你再给我点时间 让我好好查查 我证据让吴伟开口 这么着吧 我只能给你三天时间 这个案子上面策着急 如果三天之内 你要没有新的证据 跟新的线索的话 我也只能送钱了 一言为定 成了 那你尽管忙吧 好 再等了 马力对吴伟的案子特别用心 因为他曾经看到吴伟对待母亲的态度 甚至看到他为了给母亲看病 去犯罪去偷东西 所以他就觉得 偷东西犯罪先放在一边 这个人起码他孝顺母亲 他怎么会杀死自己的母亲呢 当然有这么一句话讲 久病床前无效死 这也是个老理 农药瓶上有吴伟的指纹 监控探头 拍到吴伟买农药的这个画面 所有的证据 起码对吴伟来讲 他都是不利的 但是马力不相信 吴伟会做出杀死自己的女性 那么马力需要有证据 马力之所以对这个案子如此的重视 也是因为他自己心里 和母亲之间的一段心结 那么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 他正常的这种判断 吴伟是不是杀死自己女性凶手呢 虐待老人 你能不能具体说说呀 嗯 就是那天我亲眼看见他虐待他妈 大概四天前 我 verd chips 我可以觉得 我可以enti 我可以 我可以 疼死我了 我早就举散了 对呀 我疼死我了 我早就举散了 阿姨你没事的 你儿子怎么这么对你 早就举散了 对呀 我疼死我了 手都来成这样了 你儿子吃不虐了你 我去报警去 你不能报警 你不能报警 他没虐待我 他这样还不叫虐待呢 他没虐待 我只愿的 你千万不能报警 我千万不能去 阿姨 您真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没事 我也是没事 这是谁给你进来的 你不能进来的 胡叔 您现在的身体情况 怎么能解得开 妈您想干什么 我知道 不能这样 喂 我说你也太过分了 阿姨一个人在家 本来身体就不好 你还把他绑起来 你知道吗 绳子是我姐的 你这是虐待你的母亲 你姐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砸门 阿姨一个人在家 我还不能帮帮她吗 你帮她 你这是大害怕 你知道吗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你原来母亲 还有理了 是不是 出去 你给我出去 师父 我觉得这个吴伟 也太过分了 就算是跟母亲不好 也不能把她捆床上呀 你到底说句话 行不行啊 你不觉得吴伟 这样做很过分吗 我觉得吴伟 不会虐待她母亲 孝顺着那个事 是装不出来的 你知道吗 师父 你为什么要骗她吴伟 反正你不理解 我 王警官 王警官 等一等 怎么了老张 吴伟被你们抓了 这个照片 您给她带过去 多好多小伙子 她会杀她妈 什么照片啊 她什么时候在你那边开的 就前天 也就是王警官 洗钱那天 你能想想当时情况吗 当时 这怎么了这是 老板 我们想拍一张全家福 全家福 老板的身体盯得住吗 你就给我拍一张吧 笑一笑 一二 吴伟 笑一笑 全家福 多开心的事情 笑笑 要不 你们再调整调整 不用 不用 小伟啊 妈 对不起 我笑不出来 你是陈一心 不想让妈的 能照着 照着 是不是 曾经 都笑起来 都笑一笑 都笑一笑啊 一 二 三 笑 笑 我觉得照片是那种的呀 咱们去桌查一下 你想啊 能在王伯花死之前 跟她们一起开全家福 肯定有关系不一般呀 那你干嘛去啊 好 妈 妈 叔叔 天呐 咱们不会真好多量了吧 不行不行 太靠谱了 你说玩到什么呢 是我妈的事 我必须管 那还是我爸呢 忙你正事去 你知道谁忘我 马力啊 你怎么来了 案子办完了 还没吃饭吗 走 咱们吃饭去 可以啊 把自己照顾的挺好啊 我问你 你是来看我的吗 是啊 不是吧 你原来给自己找伴的吧 找伴 你是说 装什么呀 楼底我都看见了 嗨 你是说你沈阿姨呀 我们哪 也就是做 我说沈阿姨 我说沈阿姨对咱家的事那么伤心呢 我问你 当年要不是你跟我妈停药 我妈能走那么早吗 她才走了几年呀 你就开始动别的心思了是吧 我动什么心思啊 马力啊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别跟我说什么误会 我告诉你 你要是来看我的也就罢了 你要是来找伴的你就给我趁早回去 我今天还得把花放这儿 你要是跟沈阿姨好了 我就没你这个伴 怎么了 爸 爸 什么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就 我跟她吵架一下 来 大夫 我父亲怎么样 已经脱离危险了 但是你父亲有严重的心脏病 现在情况不算太好 需要在医院留关一段时间 行 谢谢你啊 喂 那我在医院 马上到 你去忙吧 这儿有我吧 你放心 谢谢阿姨啊 来 去吧 你们说谁能干这事我都信 可是她我绝对不相信 问题是 是吴伟亲口传让她杀了她母亲的 而且法医见证结果也出来了 吴伟的母亲是农药中毒死亡 致死的农药也在吴伟家发现了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吴伟就是凶手 这不可能 我们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事实 所以才找你回来合适一下的 影楼的人说 王桂花去世的前一天 你们去拍了全家福是吗 是啊 你们为什么要去拍全家福 那天 妈说想要见我 之后我们就去拍了全家福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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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丽丽 丽丽 你是个好媳妇 你走了 我妈这样不怪你 有这个泪队 谁才也撑不下去 妈你别这么说 你的病一定会好的 我不行了 妈有心愿 我不行了 就是想 我行 我行 咱们三个人 去找到全家福 我早有 他到那边 陪你爸看看 叫他那边 很关心 甚至见了我 就抱怨我 你抱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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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不要胡思乱想啊 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好吧 你抱怨你 我抱怨你 哎警官 我也都知道他妈快不行了 怎么可能杀他妈呢 你们肯定搞错了呀 你最后一次见王桂花的时候 她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是吗 是啊 好 这怎么回事 前两天还好好的 现在养养不了 我妈她现在任何东西都不吃 那我不能强惯她呀 想先说两件 还准备一下 来 我不输液 来 那拉手 我 我不输液 我不输液 你放开我 我不治病 你要死了吧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活着什么 大夫 来吧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让我死 别折磨我 拉开我的痛快了吧 你给我死 你们都在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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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我妈的病 做好心理准备吧 照您当时的判断 王桂花还能活多久 身体状况差成那样 即使不是中风 也就几天的事 而且她妈还一直在绝食 成 谢谢你啊 行有什么需要再来找我 快 师父 看来这个王桂花 轻生的欲望真的很强烈 可是既然吴伟知道王桂花 活不过几天了 为什么还要在第二天去买农药啊 我也奇怪了 师父 先别想了 咱们都到医院了 要不去看看叔叔吧 那 来 来 喂 佐宇啊 人呢 行 我马上过来 怎么了 师父 所以说 有一个人找吴伟要账 要账 对 那 咱不去看叔叔了 那说 先过去看看 吴伟的邻居反映 虐待老人的事情 说这个吴伟啊 把自己的母亲绑在床上 那实际上 这是吴伟的无奈之主 她怕自己的母亲去寻死 寻短见 玛丽跟何小天一系列的调查当中 我们不难发现 其实吴伟确实是个孝子 这孝真是装不出来 就在玛丽调查走访的过程当中 刑警队传来一个消息 一个陌生的男子跑到这来说 找吴伟要账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吴伟母亲的死 会不会和这个要账的人有关 咱们先说吧 不会她妈妈自己愿意死 爸 我求求你了 我是想找个人好好过日子 不是找这样脱油瓶子死守太太 滚 滚 就是不走了也没钱 我告诉你 跟我斗手是不是 斗手 妈 你毕竟逼死我呀 八分 斗地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咱们明天见